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轻电科技 我是龚同学 我们刚刚做完最强入门路由器 Redmi AX5的测评 AX6就出来了 先别着急喷 这可不是一款入门路由器 看似是AX5宽弹产品的AX6 其实配置武装到了牙齿 这货可是一款货真价实的旗舰路由器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款Redmi AX6 是否可以冠以千元以内 最值得购买WiFi6路由器的名号 前提说明 想要了解WiFi6的同学 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期Redmi AX5的评测 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相信很多同学 还对小米的第一款旗舰WiFi6路由器 AX3600有影响 出色的性能和实用体验 加上599的超低售价 圈了一大部分的同时 也大大提升了 小米路由器的口碑和知名度 这一次 Redmi AX6采用了和小米AX3600一样的配置方案 除了外观不同 以及缺少一根AOT天线以外 160MHz频宽 14nm高通APQ8071A处理器 512M内存 3000M级无线速率 一众千元旗舰的参数一样不辣 你觉得这样的配置值多少钱呢 OK 打开包装 里面只有路由器主体和电源线 红米祖传不送网线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相当于Redmi AX5 AX6体积大了可不是一丁半点 相同的超大散热镂空设计 内部的主板和走线都能看清楚 这样的设计完全不用担心散热问题 六根高性能信号放大器 包括两根2.4GHz频段 四根5GHz频段 指示灯相较于AX5 从顶面搬到了正面 背部接口设计和AX5一样 从左到右分别为重置按键 点源接口 一个腕口和三个腕口 作为红米的第二款Wi-Fi6录入器 完美继承了上一代的设计语言 总体设计低调简约 要是体积能再小一点 那就更好了 作为路由器 强大稳定的信号传输 才是一个值得消费者买单的核心功能 我们公司网线为500兆带宽 使用小米10 Pro测试 使用5G频段 和Redmi AX5一样的测试方法 路由器放置在进门位置 与拍摄间形成最远的距离 相同网络条件下 对比Redmi AX5 旗舰级别的路由体验 能带给你的是 更快的传输速率 更强的穿墙能力 更大的覆盖面积 遥想上一次AX5 信号在纯重墙厕所里失联的情形 如今换上AX6的我 再也没有担心过这样的问题 终于可以安心上厕所了 其他每一个房间 也都有良好的信号覆盖 即便是走到最远 相隔一个拐角 两堵墙的拍摄间 信号也能保持在三格左右 给我一种 不管处在房间什么地方 再也不用担心 网速和信号的感觉 Redmi AX6 虽然没有给我足够哇的体验 但绝对给了我 前所未有的安心感觉 而这种安心 在路由器里又显得难能可贵 基于小米AX3600的优秀表现 你能想到同样配置 仅仅少了一根AOT天线的 Redmi AX6 售价仅为399元吗 说实话 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 不得不说 红米做性价比 真的没有其他人什么事 包括小米 我就想问问 你让小米AX3600怎么卖 连自己人都打 真的太狠了 我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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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之小米强大的生态链 Redmi AX6可以和任何支持WiFi6的小米系录录器 走成Mesh网络 我说这是现如今千元内最值得购买的WiFi6录录器 应该还没有人反驳吧 值得一说的是 米WiFi设置中 上一代Redmi AX5代表多用户 多输入 多输出的 Multi User MIMO功能 默认是关闭的 而这一代AX6 在设置中已经默认开启 降低了用户入门使用的成本 也间接提升了使用体验 许多同学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WiFi密码修改了以后 所有的设备都需要一个一个重新输入新密码 痛苦程度不亚于小时候写完字文 发现偏提了要重写一样 这种痛苦如今得到了解决 Redmi AX6新增了一个叫畅快联的功能 它不仅支持智能设备 自动发现一键入网 还能在你更换WiFi密码之后 在支持畅快联的设备上 自动同步新密码 这个功能简直不要太赞 总结 随着终端设备的不断支持 WiFi6的普及已经是大势所趋 陆入器市场自然也成为了各大厂家 必定争夺的蛋糕 随着支持WiFi6的陆入器 价格一降再降 在陆入器的战场上 小米率先抛出AX3600动摇高端 红米紧接着推出AX6占领市场 就不知道其他大厂怎么应对了 这么狠的售价 在可预见的未来里 陆入器市场一定又是一场腥风血影 不过在现阶段千元旗舰陆入器之内 Redmi AX6难逢低手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这里是氢电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